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 好 欢迎回来 这盘棋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 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的对局 是由范婷玉对阵深真序 这盘棋呢是我们肯定 我们世界奇迷都比较关注的一盘对局 对 今天也是一个重头戏 对 范婷玉我们人称范老板 就总觉得他少年老成 这是莲孝 齐介的颜值担当 特别是这次三星杯 我觉得柯杰隐先失利之后 这个小小应该 要单起大任 担子就更重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的 我就不介绍了 大牌洗手 你是说莲孝还是杨顶心 杨美琪嘛 镜头 因为莲孝呢真的是刚才说到他嘛 说他真的是缺一个世界冠军 所以这一次在 我们年轻的赵神宇 第一盘棋那个 用冠子 磨倒了我们的李长浩老师 让我们李长浩老师 遗憾的退出了比赛 如果是关子这个想到多年多年前 那可是李长浩老师擅长的绝学 独步天下的一个绝学 但是由于事业不饶人 对吧 现在那个就是计算速率的下降 也是让李长浩老师尝到了 想当年很多棋手 对对对对那种痛苦 好了 占优了大半盘 然后阴生生的往回 往回感 对这种小腹 也是很感慨 这个时光过得太快 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两位事业冠军的中头戏 也是韩国的 神人续九段 对真中国的范婷玉 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 96年和2000年 其实按年龄说 应该还是同代人的 我们经常说围棋界 就是好像隔五岁 就隔一代人是吧 十岁吧 十岁吗 跨度好像没有那么 不到十岁 五岁到十岁之间 有些是小两三岁的 也算差一代 对 有些十几岁 就算差一代 就比较模糊 总之呢 这两位棋手 确实不是一代人 因为范婷玉是年少成名 对 很早就拿到了 英十杯的冠军 那时候小生应该还在 那个苦苦的挣扎 对 应该他还没有在 中夺世界冠军的行列 那个时候 韩国的第一人 应该还是嫖婷环的时代 小生那个时候 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是个低段棋手 还在那个下面摸爬滚打 实际上说两位年纪 只长了四岁 那这么说 这个 深圳旭成长很快啊 对 我们来看一看吧 马前可能棋友们也非常关心的 一盘重头戏 对 经过猜线的话 应该是小范只黑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棋手势 特别是刚刚棋友们看了 原始酒杯之后 两位新秀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两位世界冠军怎么下棋了 所以说 真的 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一定是真实的 真的就是 你的阅历越多 随着你的 进入职业的经济的 这个围棋的年份越长 真的 棋手下的越来越紧深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起手开局的 如果刚刚大家还有印象 两位小朋友直接大打出手了 对 我们看看两位世界冠军怎么下的 那肯定得先把姿势摆好 对 先把脚点了 然后又重复 昨天大家视觉疲劳的一个不开局 然后 我们两个也没有身体接触 点完脚之后 简单的尝一下 然后把手脚 这时候我们就没有看到这部碰号了 我们看 黑棋 你守我也守 对 所以说这个节奏 就是会 是一个常规节奏 这里也就看出双方 其实一个是对对方的实力的认可 一个呢 由于交手了很多次 大家双方都非常熟悉了 是 也就是说 整个的棋风 包括优缺点 应该都烂熟于胸了 所以这时候开局的话呢 就是我也 我也不服你了 你也别服我 我们就下一些说白了 人人都会下的布局 对吧 先稳住 先说到这个 小生呢 跟范条玉 他们两个人的棋风 我觉得应该还是挺像 都是那种 好像比内功的 也不是特别 善于大打出手的 小生小时候是一个 暴力男 哦 非常喜欢追杀你 但是现在成绩越来越好之后呢 就跟陈一说的 慢慢的 内地也越来越深厚了 有时候你也看不到他 那种强攻急攻的那种 那个状态了 小时候是非常凶狠的 哦 经常也是 动不动就土地龙的 对对对 但是呢 随着这几年的 特别是 好像拿了事业冠军之后 就是感觉棋下的越来越偏 那个文件和平和了 对 好像风格有 也是有了一些转变 范婷玉的话 是一个防守 能力更强的棋手 对 打过他的进攻 最擅长的应该是 捞实地和之乌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关子 就是都是小贩的招牌 但是我的印象中 那个屠龙好像 没怎么见小贩屠过 是 都是人家屠他 然后他活了嘛 活了就赢了 对 如果是他的队友 这姜维杰 我觉得倒是 有点这个屠龙的 对对对 老姜是一个典型的 攻击型棋手 是 而且他们都是多年的 山东队的那个 老战友了 这么说来啊 其实小生 我搞不清 他是不是第一次 参加维甲的时候 反正他肯定是在山东队 当过这个外援 他跟小贩小姜 都曾经是队友 就是这几年 主要是深圳续 这个就是说白了 韩国也是用人工智能 有一个 我觉得集体研究 也是成立了一些国家队 固定了这些高手们 进行一些专业之后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 就是 疫情之后 就是 韩国的这个 研究的势头 会非常的猛烈 小生的话 应该我觉得也是 这个里面 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所以他的企业 现在是非常的全面 外号 生工智能 是吧 对对对 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了解 开玩笑 就说对 其实首先 他自己非常用功努力 第二点就是 确实我估计 很多韩国的 这些 包括教练 就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帮助 对吧 就是一个人 孤军奋战 他总是辛苦的 是 所以这里的话 说实话 对吧 这个韩国也是迅速的在 那个吸取我们 中国的一些 对吧 就是传统的一些模式和优势 所以说 真的中国棋手报告 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把这些 对吧 老传统捡起来 多加油 真的不能孤军奋战 不能孤军奋战 因为围棋的话 孤军奋战的话 你的 对其的认知 一定会有局限 比如说小贩来考虑这个 其他一定先考虑 时空和置顾 对吧 如果多一个攻击手来考虑 他会觉得这个气手 这时候可以进攻 多一个选择 多一个思路 多一个思路 多一条路 所以说每个人 哪怕在具象科捷 那他也会有 他的技术的小短板 对 一定会有缺陷 所以说一定是 集体的力量 会比个人的力量 会更大 所以说 这个时候 韩国人已经是 捡起我们集体研究的 这个王牌 这张王牌了 所以我们 真的 中国棋手 这次 得多加油 而且是 大家也知道 今天就是小 反对深圳区之前 中国棋手 已经 输得有点多 这次三星杯 感觉压力比较大 这番棋 我们来看一看 能不能 有一个好的表现 对 所以 今天的 这个比赛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为什么 我们八强中 到底能占几个名额 对 我们来看一看 请我们来看看 这个棋 拆边 这个肯定是正招了 双方都是 单关跳脚的情况下 占据中央的边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下部就是 黑棋的这部棋了 黑棋这部棋 我觉得有明显的 个人色彩 我个人觉得 手脚可能会更加的 稳定一点 因为黑棋 白棋拆过来再说 或者碰壳再说 就是这里的话 因为你有个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黑棋 小玩下了这部拆 这部拆最大的问题 就是12跟13 交换我们已经被现有便宜 对 就是人家拆的大了 人家拆的宽的地方 我们拆的宽的地方 以后人家扩张的时候 人家这个边大 我们这里发展的时候 已经受限了 而且上面明显有一个手脚 手哪边应该都可以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先三脚再握 如果它连片 然后你再考虑拆 我再考虑拆 走这边就正常硬 因为问题不大 所以这部拆的话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构思的 我们看一下后来 因为这里你要拆 它多半会被白的点 对 点脚 那从实战的角度看 可能小贩也是希望 希望它来点 它就顺势取缔 对 因为这边反正 它头都已经飞出来了 然后它就下了一个半天班 可能是这么想的 这样的顺势取缔 实体会更多一点 那这里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个人色彩的一个下法 贴起来的这个方向不要有大模样 比较有大形式就OK了 就都可以连班 像现在的话肯定白的是绝不可能去贴的 因为黑的这样一牵扯 直接就啥也没有了 是 就只要这个边没有太大的发展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下半点班 就刚才陈一说的 其实其实我们去运用这个招法的时候会非常的好用 对啊 基本上都是两分 就像是这个定式吧 就是如果是只是单长一飞出来 我经常会被人家教育 就是 煎完了之后搬完 搬下来 这个定式我记得以前都是说应该是白旗便宜了 为什么 现在都说白旗不一定便宜 或者是搬了靠 就是说 它有两种项目 一种是煎了搬 对 然后搬了搬下来 一种是搬了靠 是有两个隐患吗 对 搬了靠 单靠 就这两个都有 这个好像是两分 但是兼了再搬了搬下去 都说是又说不不太便宜了 如果我什么时候遇到的话 总之就它后续的变化比较多 是 所以很多我就说这个变化我都记不清 还是这个定式 这个牢靠 对 所以我们听陈一的没错 就就就就这么下 就这么下 因为都是两分 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个去记那个复杂的 对是 没必要嘛 对吧 对吧 就是我们又不是去 夺世界冠军 我们下的是 对吧 开心的围棋 快乐围棋 对吧 没有必要那么那么认真 不是 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呢 是更重要的是 都 如果是这个围棋啊 都让我们去背的话 这个真的下的很没有乐趣 我想呢 这个局部差不多就行了 更多的空间让我们自己去发挥 对 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 我们来看实战 那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一定会在这边连片 实战也是连在着 新味的下一路 对 这个可能也是苦心的一手 它正常是连正中间的 它可能正中间觉得这边的打住以后不是很好 哦 控制白黑棋 关键是呢 上面可以预料到白黑棋以后会尖 这样的话 它下一个盖帽 然后就直接就发展这边 反正你打这边 就是 反正它应该是不是很怕你打这边 打冤犯它先镇住你 你活了之后 因为它这里还有一个嘛 这边还很大 这种拆反正就是个人的一个研究和色彩 你要说这拆新味行不行 一定也行的 就是反正小生拆在这里 这两个大同小异吧 这各有利弊 是 总而言之 这里现在白的肯定是要拆嘛 因为上面屌一点了 它肯定是要张开 两一张开又为模样的 然后下部棋 我觉得就非常有小贩的色彩了 就我们来看27 说实话 如果是正常的下法 这可猜是不是有点缓 要不是飞过 要不直接打入 对 打入也想像 打一下之后 我们先跳出去 在这里先把你轻分掉 或者是实在不行 直接先尖一下 也可以好 你去说 总而言之 应该是先对白棋的 这个左边的模样 进行一些适度的倾销 对 倾销的手法 然后多种多样了 这里我们也不是很确定 哪一个最好 但是如果这时候 还放任白棋围的话 那黑棋棋压力很大啊 以后 对 其实白棋主要是 它已经比黑棋撑的要大 明显占据了中央的中心 对 同样都是一个手掌 所以你在跟他对张的话 其实 只能说你对质故 非常的有信心 只能说范婷 因为一高人胆大 正常的下法应该这里 是要先去做一些倾销了 甚至你哪怕飞过来 也是一个下法 嗯 虽然这个是有点窄啊 去不是那样飞 对 就是 就是觉得人家这么宽 嗯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应该是这里要做点文章的 我们看实战啊 依然的继续捞空啊 对 这样的话 其实本身就已经慢了 你看人家先连片 他再连片 这个扩张永远都是 关键是这时候白的先出手 对 棋有点被动啊 这个棋啊 虽然说时空领先 但是 呃 有点被动 我们看一下小生是怎么下的 我应该是接下来几部 呃 算是一个小的教科书 嗯 非常的 不错 先点 问一下应手 这种地方 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一下高手的思路 特别是有猜边啊 没猜边你别点啊 会被挡在外边 有猜边的时候都可以这种投手问路问一下 因为 如果他接 你至少脚上爬完之后 保留一个打结活 有个扳虎的打结活 如果他挡在外边或者是爬在里面 你不管 不用管 那他这里 首先这边就产生了一些 这个位置的余味 这里有一个冲 那有个 对 就是隐隐约 这里有个先手 然后呢 你 因为你点一下 这本来就是他的地盘嘛 你能不能用上 其实关系也不大 那个万一用上就赚了 就算啥都用不上了 这两步棋 你也没损失 也不会亏 你只要别上头 就是 因为有时候 骑我们去下这种适应手呢 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 就骑我们下的时候呢 说好是适应手 对 然后走着走着就停不下手 然后呢 就这么走 有些就甚至这么走 这个就上头了 就是我们 就是你去点的时候 你就记住 不用管人家硬哪里 你都是脱先的 是 你不要真去救这个兄弟 你就先放在那 然后看看以后 能不能把那个余味用上就完了 你别真的去救他 一看点完之后 哎 我能活呀 老师 我爬 我能活 这就弄巧成拙了 就适应手 大家就记住 就是适应手 像这种地方都随时 可以去点一下 都不错的 但你别上头就行了 你上头 这不等于是 等于是这个 适应手弄假成针了 别人直接做活了 那直接去 那个破空了 就不好了 就被动了 所以这样的骑 它试一下之后 我们在这种 这次压过来 因为这里很明显的看到 在斑的时候呢 还其实可能 可能这里就有个断 断了 就这里多多少少 就有一些借用 那骑我们说 那这种打吃怎么办呢 其实 如果这个地方有没有骑 那对啊 我就上边一打 对对对 一定是做一个棋子 因为现在白骑的 追翁之翼 它不再久 它最终的目的是 为了扩张这个大模样 所以说 呃 它不担心你吃我 对所以说 其实我就说啊 就看这个黑棋啊 本身呢 黑棋 它要贴三有四分之三子 在双方呢 这个违控的时候 它应该是占据了 先手了 这个 应该是 这个主导权 应该是它 对对对 那现在呢 就变成了 这个怎么是白棋 先来扩张 这个就是骑风的问题 感觉慢了很多拍子 小范就说 我就是要让你先动 我才好先直估 我先动我怎么直估 对吧 我没鼓起怎么直估 就是要你先动 我拿了时空你先动 动完了我再来掏领 那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个人色彩的一种下法 但是不推荐 我觉得刚才还是应该下的 包括这部拆 我都觉得应该手脚会更加的 就是中庸一点 不是那么极端 现在的话我们来看 这个压也是早有准备 可以起起下不起 继续捞 这里确实不能斑斑 被一段被缠住之后就不好动了 挖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下法 因为请不看这里 它下打的话呢 这里直接就被针了 如果你打一下了 我也不怕你 那我就拐出来 往后拐就行了 你要挡下来 我就从这爬 你也扳不住 最终呢 摆了大概率是上吃 上吃的话呢 我就针 你敢挡我就给你断了 你正常是沾上边 那不就 小范就 如愿以偿 把棋下在了 下边 这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个人 很常见的一个 对局的风格 他特别喜欢把棋下在 下在那个 底部 在具实控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这招 其实有的时候 看对付小生还挺好的 因为小生呢 也都是酷爱实控 我们说韩国棋手大部分都 对实控特别的偏爱 对对对 你不管他是战斗的 还是防守的 还是什么什么风格的 总体他都是喜欢实控的 对啊 韩国棋手 这是韩国棋手的一个 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 这个长也就不敢搬下 我发现搬下去 我就这么打了 就给你拿下来了 反正主要是 意思也不大 也一样可能 而且长话 他就诱你爬 爬如果他再长 你就难过了 对 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爬 但是病又觉得很委屈 你爬到他这里 多了一个冲的鱼位 所以说这个其实 他如果长的话呢 就相当于一个小陷阱 你千万不要觉得爬舒服 最后他再弹长 请不看 这个地方两边就有点 对 左右 为难了 为难了 可能只能单病 只能下一个 但是病的话呢 心情非常差 我这个位置非常差 糟糕 效力非常低 当然也难不倒小贩 对 所以其实无论 其实是一样的 对 无论你搬还是长 可能他都是这个跳的 所以说其实双方 也就是摆了个造型 虎一个 虎的话会更具攻击性一点 如果拆一的话呢 那我觉得 对 刺或者是这样 封住 它虎的话也是希望 给白旗子以后一点压留 围来 特别是这个段 为这个段创造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毕竟针子是有利的 像暂时不敢断 这个刺是绝对先手 可以把你打了夹子 但是毕竟有一个断点 我可以威胁一下你的这个后保 然后我们来看 实际上等你飞的时候 他在猜 猜是一定要猜的 不猜被点过来 这个眼型比较 活是能活 但是会被非常的艰苦 猜是一定要猜的 再拆一个 然后这时候呢 就是你用你这个点不出手 就说白了 你有这个断点呢 就是这里有个断点的 也就牵制了白皮这里的做活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爬 他就让你活 我让你活 但是你活完之后 你先舒服完之后 一会儿就要放这个断 你就说你就不舒服了 所以说 其实只要有这个断点存在 白在这里就不太敢动手 在这个优下 包括冲了拐 都是有这个顾忌 所以我们看实战 小生也是就把这个断给补了 对 下的这个直接 只是说补得一个高效率的补吧 对 因为他迟早想这里爬出 或者打入的 但是现在实际不承受 自己有个断 所以一定要先补 那补的话 但是补的话 你不能这么补 这么补的话 就是 太缓了 太慢了 太低了 对 所以他就说补在天上 他主要是要防一手 断的时候能真吃 对 所以他的补的位置呢 请我们注意 他只要能真吃就行了 然后请我们说 那老师为什么补这 补这的话就不是补 我连续送别人为控了 对 最主要的是 你还得走吗 你还得走吗 对 你不走的话 不是还没补上 对啊 我就说没补上 这个尺度非常难把握 这个呢 就是他飘在中间 若即若离 既补了自己 又瞄着你这个打入 对 一会儿还有 看起来也是吓得 非常的潇洒 但是黑棋 黑的吓得 有点熊样 我们来看下几步 他是跳一个 跳一下 其实就是防他冲 这里因为之前 有个冲了拐的味道 这个能理解 那下一步就下 但是你这个跳掉了之后 人家就不冲了 人家还可以挡入吗 是的呀 但是你不你不跳 他明天他就冲了拐来 他就马上就这么走了 你就你就来不及了 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刚才看了 因为他刚才他这样是有顾忌吗 我们来再给大家摆一下 比如说顾忌你沾完之后就有个断了 现在多个子他肯定不怕你了 他冲完 如果你因为你不太敢长 这里直接就给你断了 你要沾的话 他先跳出去或长出去 你这个断线肯定不敢的 那你自己还签了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 等于说要抢一个集的先手 也是全一之计吧 因为他总不能自己补一手 自己补一手他就还了 虽然明智人家打入 他也不能补吧 所以他就是先手便宜一下 赶紧的就是走别别处 这个得势不明 他是要把这个出来的呀 吓得非常的凶 这棋活棋不出头 这是以前的这个格言 他有目标 他是想要进攻 他要反攻倒算 明白吧 就是活棋 陈寅说的这个棋决是对的 活棋就不用出头了 我们就不用去可以拖拳战大场 但是呢 他为什么活棋要出头呢 是因为他看着他的眼中 我的眼中只有你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能吃这个 他也是盯着对方的毛病 我尝出来 还要拐你头 直接反杀你这两个 对 他是瞄着对手的毛病 来做文章的 所以结果 白的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个防御 说实话 这两步棋 还是风险很大 时间冲很稳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是更 更 说白了 更那个 那就这个 肩或者是打入吗 就是你 下一个看得见的吗 比如打入就 我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因为你现在照的话 我就在那边掏火 你就落空了 你刚才说是这有形式 因为这形式被我掏了 如果你比如说 这种钉的话 我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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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脚这出去了 你这边不就不大了 对吧 先把也白了 这个肖了吧 剪好也 剪不剪 都可以吧 因为这边也不搭 现在上面这条边 不是很大 今天就是想把你 这边的所有的借用 无论你是想搬了靠 还是肩顶 就把你这些招法先都削了 我就先走一个 但现在它 因为你靠下去也不大 我实在不行 就让你靠封住这个头 因为这个地方你还没贴呢 我不是很着急 感觉打入会感觉更稳健一点 冲的话 主要是这个 首先这个 它跳的这个位置 其实挺干 自己是欠断的 对 我就觉得这个 挺冒险的 为什么这么说 请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就是首先它这个位置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从站在白切角度 我一靠 你只能搬 我一横顶 那它要 你沾在下面这个就掉了 你挡我就把你断了 对 那这个就没连上了 那你肯定 就说你是欠的一个弱点的 这个形状其实不是很完整 那你要我这个断 说白了要这个断 那白的如果有一些什么 强调的手法 能够防住你这个后续的断的话 这步骑是有落空的嫌疑的 对 我觉得不如下在这种地方 比较实惠 对对对 这步骑 不知道好坏 但是感觉有一点落空 而且接下来小声下的非常棒啊 我觉得 看到这几步骑又得冒汗了 什么 为什么 围棋能下那么好呢 我们来看一看 既然把这个地方防了 那它也就没有什么保留的了 关键打住一下之后 这个白黑的肯定不能让你爬过 对啊 关键下一步骑 哎呦 它还要先点一下 这步骑白黑的非常非常痛苦 现在它是正好使不上劲 它在最合适的时候 试了一下你的硬术 对 你可以接这边 其实理论上它是想接这边 因为接完这边 但是接这边有一个问题 以后我这 对就是 我立了一拐 你关子被刮得很惨 你是能活 但你还得不停的补齐 但你如果接这边的话 保湿痛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软头 对 你在断的时候 不是 你在断我可以吃上边了 你就沾上 然后它冲这个 我就可以吃这个了 我这里就没有 就虽然你这里还有断 但是我就不是那么害怕了 就是这个地方 大大缓解了 你断的威力了 是 刚才是 这边其实也 然后下一步 你看它又下得非常潇洒 嗯 下这步感觉 再 它缓过劲了 这个断如果不厉害了 你这个地方就 然后一会儿又 高极了 嗯 好断 此消彼此啊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三步骑啊 而且本身它尖冲也 削了你右边的这个模样 对 所以说看到这里 有点为小贩担心了 速度有点慢 今天下的 是 感觉其 虽然够坚实 但是 总感觉 白的下的更潇洒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吧 所以 所以范清理也是 调转枪头 对 继续 它其实打入也就是在防这个扣 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打入是防这个扣 这个都已经都掏了 这个子也就 因为如果你 钉下来我一连 嗯 我已经骑都连在这边了 你靠我甚至直接就 从外面跑了 我都不会往这搬了 我就脱先了 如果你压隔断我的话 我先把你下面掏了 对 掏了之后 你再靠我甚至都直接就不要了 所以它是减轻这个子的价值 减轻这个子的这个压力 就相当于那个 这个微微旧照 对 就是它这里活了之后呢 这个子 就 耗断的威力就小了 对 精华已尽 嗯 点一个 其实打入就是担心它以后动手了 选择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补齐的方法 嗯 来看看实战这地方 双方战斗会发生什么 大概率就是活了 那这个棋有点被动 我总感觉 爬回来 就这种棋啊 棋友们就是你先 如果没有捞足啊 就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个经验啊 就是 我们去下棋的时候 很多棋友经常会对这种棋下 掏了很多空中 对自己盲目的觉得领先 因为鼠控觉得自己都理的那个 是会多嘛 对 但是其实这种棋我告诉大家一个经验 比如说如果你去判断形式 简单数目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盘面 比如说黑棋的角度 嗯 如果你盘面只好十目 那我告诉你 这盘棋基本就凉了 如果你盘面好十五目 就确定的实控 这盘棋大概率是个细棋 如果你好二十目 是二十目以上 那可能是稍优 为什么呢 球目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种棋呢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把这几步摆完了 就是白棋的 那个实控啊 就是一般来讲 除非你把贴着 后视边上的都点成目 这样的话会是差不多 就是判断是准确的 对 不然的话呢 这以后人家都可能是成空 关键是这种棋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 如果你去数空 比如说十二十三十四十 比如说你初初一数 五块棋一人十目 白黑的五十目 我们先不说 这个数的对还是错 关键大家会仔细会看 就白黑棋未来 没有怎么掌控的空间 对 你的这个 如果你就 我就算你有五十 你可能下到终局 你也就五十左右 对 因为你掌不了空了 你大家看吧 你怎么掌控 都是比较死的 固定的一些实控 全都在脚里边 而白棋呢 比如说你给这条边 点了二十 我们举个例子 但它这个掌放前 远远不止二十 可能现在你点个二十 是合适的 以后它多几个子之后 它一膨胀起来 可能四五十都有了 所以说白的潜力是 包括中间 你这点多少呢 对吧 对 你一目不点不合适 你点少了 比如你点五目 以后它随便围围就十五目 你点十目 随便围围 可能甚至二十目 就是说 你很难去 对给白的下定义 所以这种棋呢 按照经验上来说 你一定要绝对 实控领先很多 才行 对 不然被人家不知不觉 别人随便利用外 它就稍微微一点 你就被反超了 所以说刚才我说 如果你实控值领先十目 你已经输了 这个棋 而且应该是输挺多的 因为它随便涨一涨 你就不够了 对 就基本上你要奔着 二十目以上的 时控优势去建立 这个时候呢 才是一盘平衡的棋 因为我们未来 黑棋没有 掌控的空间了 而白棋的是无限的 而且这个棋 说实话 下到这里 我很担心它要落虎 对啊 它就虎一个 确实在这边 首先你不拍它板很大 你拍它 你打个结 这个结白了 根本就无所谓的 是 如果拍完之后 以后这种什么 跳进来这个地方 感觉会点这个 肯定要被搜刮一下 感觉很难过呀 而且这个结 基本上打不赢 这个结怎么打满 白的没有任何压力 而且就还有现成的结 说实话 我感觉掏着又亏了 小帆又亏了 如果他往这边掏的话 他第一手就给挡上了 对 我就说他不走这个 他打这边嘛 但是他已经走这个了 他没法不打了 他这已经付出一手了 上到这里感觉 说实话 黑棋有点危急了 这个提好难过呀 对 这就必须得硬 对 感觉就只能接回去了吧 只能忍了 是吧 你不忍我一提 你虽然能活 再先手打吧 你这怎么受得了 以后 哎呦 这个地方只能站回去 确实 没法打 够难过的 倒是 你找结 我就 比如说你断这个嘛 我就硬嘛 我又无所谓的 我对 这个节管白的 对 确实对白的来讲 你提过来 你拔回家 不就是两块活棋 连成一线吗 我亏了大概 最多亏了两三木棋的关子 对吧 那你 你哪输不起啊 对 哪个都受不了 算了 感觉有点被动了 忍了 只要忍的话 白的又便宜了 嗯 那实在 你把这个点断了 点已经被断了 你贴它一退 这已经要冲开了 而且你还得补齐啊 好 已经连不上了 哎呦 这个齐 我怎么做的 好难过呀 我都觉得 哎呦 这个齐 确实下的 全部盘距在下面了 嗯 虽然说小贩 质乎非常的强大 但是 这真能行吗 哎 但是这个局面 这白齐还可以 哎呀 这随便飘一个 这实战吗 对啊 就感觉 潜力无限 这个齐风 非常难下 嗯 呃 这般齐 虽然吓出了 自己的起风 但是我觉得 整体太太被动了 他这个 主要是 太低了 对 这个 此力实在是过低 嗯 虽然说有反击 这里有一个 虚谋已久的断 但是 呃 断完之后 也会被 对方抓住 你的这个几个子的 这个弱点进行攻击 嗯 主要是 现在我觉得周围啊 都是白齐的子力 所以呢 他暂时 他不会怕这个断 关键是你断 你是消中烟嘛 嗯 他顺势攻完之后 他左边也很大 对 他就成空了 他就 就彻底的 因为刚才也给 其我们数了 黑齐大概就是 时空50目左右 嗯 50目左右 你刨一个贴目 就40多了 40多 他如果这个胖子 围个30多 随便拿长 加一点 他就已经不利 已经不差了 对 而且稍微这个胖子 再长胖一点 这个模样 对吧 他身材再那个 胖一点 你就吃不消了 因为你不好控制 他的这个 这个发展规模 因为你自己 如果断出来的话 自己的这三个子 你要先去做活嘛 但你不断的话 他中间直接又长胖 他不需要长胖左边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黑齐非常的难下了 感觉 虽然说 智孤是小范的一个招牌 但是 感觉 基本上 其实位置 好像我觉得 都太低了 对 有点发挥不出来 不是 就是说 他有点天 就是天生先吃了两亏 对啊 那个子力位置 有点 有点太被动了 嗯 虽然说 先捞了 再智孤 是先捞后洗 是 范婷玉一个非常 娴熟的一个 或者是擅长的一个 技术 但是 感觉今天 有点太偏了 主要是 白齐 我觉得 这般机下的挺厚似的 没有给黑齐 包括这个地方 有什么地方 可以冲击的地方 我们以后就冲 这好痛 如果你不断 这全给割了 对吧 你还得说吗 对 这还是先手 再一卡你脖子 这 就算是活的嘛 以后我再过来 你不还得往里填吗 我卡吧 我把这个断给放了 对吧 就全是空嘛 那你就不走 我怕你顶嘛 顶完 断 我就当 我就说 就当我补一手嘛 我全给 不是把你全吃了嘛 就其实这个虚控 已经很大了 我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管 我的话 我一冲 就很大了嘛 就一冲就能冲掉 大概将近十五目以上 所以说 你也不那么管 我们来看实在 所以它反断了 对 在这个地方 看看能不能寻找一些头绪 尝出来 然后贴一个 这边跟着跳 这冲很大呀 所以它把这个 再捞一票 我就算了 你三个子 就三个子不好处理 是有占过 但是 那个 中间也变得更薄了 而且最终 黑漆一定要进去 决一死干的 这般其实如果是 白的围上 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 我刚才数只有五十目 五十目肯定不够的 黑的白的过四十多 已经没法下了 对 就是这一片 就太大了 就只能是 走完之后 找个地方 孤注一次 进去那个 扔进去 扔命 不扔命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来看 GGI就是这么走的 反正把能捞的都捞了 然后 接下来就看怎么扔了 我们来看实战 小范 扔得也非常刁砖 说实话 我还下白球 我也没啥信心 我告诉你 这么大的优势 也没有什么信心 这种优势把握不住 就你明知道自己好 对吧 但是你控不好 然后人家往里扔 也还是挺心虚的是吗 往里扔 不 你就比如这种棋 对吧 他扔在这 你肯定可以先断他一个归路 没有问题 然后这步应该会下 然后下完之后呢 然后之后很想 就给他镇进去了 你是吃还是不吃呢 这时候就抉择了 你是回手 还是继续攻 你继续攻 他就往里钻了 他不是往回连的 他一定是往里接的 你往回这次走呢 他就镇过来 这个也很难 这时候你就特别纠结 你知道吧 手呢怕不够 再攻呢怕他往里一钻 你这时候呢 就不讲道理了 就变成一盘 相当于 如果控制不好 就变成一盘堵死活的气了 反正人家眼睛一闭 对吧 形势我现在有点裂 往里往里拱 你来嘛 那你吃吧 反正吃死算你厉害嘛 那那就不用了了 你吃不死的话 你如果真正的下那个杀招 那你的很多的节目就肯定损完了 对吧 他要火完 你肯定下不了了 如果收空的话呢 他已经钻进去了 这收空 也收不住了 是吧 能收得住啊 就你这边还是很大 你不是 你要如果 这个时候 是很大 但是你要如果都变成了 实控的话 比如说 尖一尖 你就这么围一围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 也剩不了多少 对对对对 我说的就是 你很纠结嘛 是 你要手控 他顺势钻 你就剩不了多少了 大概率也是个细心 对 你要强杀他呢 你关他后路 他一定会再往里灌 这玩意儿也说不清出来 到底能不能 到底能不能吃 这个说实话 压力都很大 而且这里说实话 现在挤 可能还不应挤得到 就还有个双蛙的这个鱼味 可能刚才先挤一下 会好一点 再挑 现在挤 有可能可以的用长 就是 就 就 可能用长 抢个急 先保命吧 你先挤 他应该不会长 对 他可能沾上 其实这个时候 全部会看到 就这种棋 你就明知道自己好 我相信这时候 深圳序一定知道自己好 对 但是呢 这个棋 要把这个好变成胜利 说实话 也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 或者说是 那个 这个 这种优势安全运转 运转不了 因为小贩这个棋 虽然说 他感觉有点被动 包括这些招 全部看到 那个太低了 但是他也很实在 他这个冲也把这个子 都救回来了 他反正都走在了木 全部都捞光了 这三个子就给你了 你如果中间吃 棋木炕也就30多目 就吃完这三个 不到40目 黑棋还是很实在的 50多是有的 而且他往左边一灌 你左边全没了 只剩下中间不到40目 你够不够也不知道 那你关他后路 反正就拼命 你敢断后路就拼命 说实话 这个棋 我们抛开 比较胜率来说 你想赢也挺难的 就是非常需要水平 就是当我觉得应该是 白的稍优这时候 更主动 但是呢 算你这下挤到了 对 现在是可以挤 挤完它就乱沾 它这里还是会有一个 挖的余味 你打它一沾 你沾它断这边 你沾它打这边 但现在白棋是 已经没办法围了吗 还是 也有可能 有可能围 我觉得就是围 也不输 但是围的优势变小了 那就怕这样 就是你既可以选择这个 又可以选择那个 吃的话呢 换后路的话 吃掉就不了了 那个一定赢 但是万一吃不掉呢 就就垮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抉择会非常的纠结 但是这个棋 应该说下到这里 应该是白的比较主动 但是呢 还远远没有到赢 我们看小生怎么选的吧 对 他没有选择这种围 他是选择 这个棋 特别说 就是体现一个世界冠军 或者高手的性格成员 就是 我相信这个时候 一定有围的 也有一定有吃的 就觉得 还是能围得过去 是吗 围得住的呀 他围嘛 那人家 这么 你得先跳这个嘛 跳我就在追击嘛 以后这个就给你了嘛 这下算你了 硬住嘛 你还得连嘛 还顺速过来 对 其实这个也挺大 看起来白的 至少也不输 这个棋 我刚数了一下 赢多少不知道 但是至少也 是不输的 如果你能这样顺势 能把这个 这个怎么移下来 可能黑的要反攻你 他不一定会贴 他可能会 折到上面去 反攻黑白棋 如果是贴两下 白的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正这个的 就不知道了 正这个 那黑棋就看能不能 看他小贩了 看小贩的了 说实话 我很少见到 范婷玉死棋 我在印象中 我见到他经常 输棋还是 还是 就是比他的死棋 这个频率 差多了 就是说 输棋还是时不时会输的 但是被涂龙 或者死大块 我基本上没 我的印象中没有 是 其实吃棋是很难 特别是吃范婷玉的棋 小贩真的 特别擅长之物 这一拖一拖 本身嘛 这个其实吃棋 如果一心一意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只散活这块棋 你是不好吃了 除非呢 除非是我目不够了 对 我还要去争点这个 或者是我 甚至一盘棋 有两三块不活的 被缠绕攻击了 确实顾此失彼了 就有点麻木过来了 对 如果只是一块棋 应该像他们这个级别的高手 确实很难吃掉 它先放龟路 这里已经快飞过了 这里一个点 一个飞 已经快连通了 而且这还有个蛙的鱼味 那这样的话 中间白黑的就断出去了 对 看起来 应该是不好吃 应该是不会死了 那小小生估计也不吃了 这样估计也就不吃了 也不一定 像这种棋 可能是走着走着 打着攻击的幌子 走着走着 然后就又想吃了 这个也是个陷阱器 我们千万不能打 千万别想着 先舒服一下 除非还是二绿一拐 就出事了 直接原地起飞了 请我们看到 因为你拐 你脚不能死 这一打吃的时候 你就后悔药就没有了 就这种地方 请我们看见 这种贴让你去打脸的时候 有时候你得稍微小心一点 是不是陷阱 对 你不要先舒服一下 再说 有时候也请我们说 它实在是打的 为啥不先舒服一下 再这样呢 这样不是明眼便宜吗 对吧 你说的都对 那范婷玉能看不见吗 对吧 打的话有风险 很多时候都是陷阱 所以说 它是想打而打不了 只能是单吃 对 对吧 要不然打到一下 已经转了 然后冲 冲一下 再飞回来 看起来攻的还是不错的 也保住了基本控 对 保住了底线 然后也给黑旗巨大的压力 就说这时候白旗可以说是能进能退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黑的大概50木 白旗的话 中央如果能保证吃住黑旗三个子 保证30木左右的时空的话 它左边还有一点 这个上面还有一点 它也40加了 40加 它其实如果攻击拿个先手 走个关子 已经立于不败 对 所以说 它这个时候不会攻的特别的凶 因为它毕竟那个形式上来说 没有那么紧迫 如果是这个棋活了就一定输了 那小生一定不是这个攻法 对 所以这里就会 琪文会就会看到 就是这些事业冠军们 其实特别是这种 他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他就会下得比较的客观沉稳 这就跟刚才 我们跟看小朋友的棋就完全不同 小朋友们就是 我估计如果小朋友看到这个棋 就很想吃 根本就不用管三七二十一的 也不用管前面我优不优是 直接又开轮板 先进来再说 你这棋凭什么火 对吧 就是但是呢 像我们看到深深序 现在的一个 比较这个状态 比较好的一个时候 他就会想的更多 我相信如果年轻三岁 可能小生也吃了 就在三年前 可能他也就是 直接大锤子就轮上去了 但是轮上去 你就风险很大 因为这盘棋 只有一条路 因为这盘棋 明显感觉白棋是不落后的嘛 他那为什么要去干一件最难的事情呢 对吧 所以说他就会吓得比较客观 我们看到 比较客观的话 就其实蛮可怕的 这个就越来越成熟了嘛 这盘棋 因为从进程和实控的 这个角度来看 小贩应该是不领先的 因为吓得有点被动 对他这个虽然一直都在抢空吧 但是这个空抢的也不大 比如说这不起 你说我就硬来 我举个例子 我就拐 不然我就送吃 这你是不能吃的 要被我搂 你只能往回 我确定这个决心之后 然后给他罩住 我就直接来 你说行不行 说实话 这能活吗 其实也不知道的 也不知道咋活 对吧 但是呢 黑肯定往天上跳嘛 反正这也冲不断 然后我就 比如说外面印度 就搏命 其实黑气也未必能活 但是呢 他还是选择了 相对比较平稳的飞 就是对局势上来说 先把这个空先保住了 反正你也没 局势上来说 就是他对局面 还是比较满意的 中期的局面 这样的话 一定是放深了嘛 因为这里 黑的说法 就还往下飞 你们会看到 你也很难捉住黑气了 对 一定有眼 两边都有接用 但他这个下法 就不是吃鞋的下法 黑气实在是 从这边点 他想先便宜一下 他是不是还是 应该先飞一下 那个不着急 先飞一下再说 这反正白的也不会糊 以后总是黑气便宜 先飞下去再说嘛 看看白的怎么 白气我估计就倒下来 那我再跳嘛 我跳到概率不就大了吗 你大概率是挡这个了 那我再跳嘛 因为这部棋 为什么说不着急 那球门看 黑的白的不可能去 利收鞋 这太小了 走不了 黑的先把这个飞下去 根本就没有空走这边 你先去跳人家 万一这个跳不到 怎么办呢 就是 对吧 毕竟有变数嘛 是 飞 因为总得飞的 因为黑气这块鞋 没有眼 对 他总要出来 总要往 那个右边连 对 说白了 这个子总救不了了 全部说那飞会伤到这个子 这个子已经早就战略放弃了 这个黑子 对吧 谁来也救不了了 估不上这个子了 对 所以说只要保大部队平安就行了 这个子被割了 已经早就成定局了 黑气 没有空再管这个子 所以我就先飞吧 飞完再跳嘛 这个棋其实 也未必就差的 如果能跳到的话 他就可能能往中间走了 然后钻一钻 因为我这里 如果你爬过的话 我顶嘛 打持这几步都有眼位 这基本上活了 我就可以往中间 往里灌了 对 我不是往这连回家的 我就往中间灌了 跟你拼了 感觉这个时候是 不差的 或者说是 差得非常有限 但你先跳的话 对方不一定会硬你的 因为这个打 这个爬非常的价值非常低 他很有可能从这边走 对 他实际上就是从这边 因为这边是冲不断的 这个是冲不了的 给大家摆一下 这个是没有断的 因为你自己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拐的 所以说他自己气比较紧 这个飞过来是没有断点的 他把这个口堵了之后 你挡下去其实是不大的 挡他就这边缩一个 你这也连不回去 对吧 这个其实价值很低 我觉得他应该先飞 先飞完再跳 感觉像是一部小书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先拐一下 那他就是要挖断了 对 他为这个挖做准备 要不拐不到就怎么样 打吃 粘一下 这个太意外了 吃了一招金铲脱鞘 把它下来太精彩了 哦 他 小贩这个要郁闷了 你这已经不得不吃了 箭在弦上了 不吃也不行了 对方这个都不要了 对 他就把这个围住就够了 人家收冰了 对 吃一招金铲脱鞘 这个要输了 要一口血吐出来了 那他这个跳很有可能就是败招了 如果这样不够的话 哎呦太太尴尬了 对都不要了 其我们看 太围棋太神奇了 这个卡板之后 他把这个围住就够了 你还得挡吗 你不挡 那我爬回来了 我全部要了 那个上面那20多目 我转到右边 转到中间 对 收冰了 够了 这个小生的这个判断 哎呀太尴尬了 这要输了 输了呢 这个不跳飞下来 当时应该不输 这个棋 哎呦 这赶 不是赶这么下 应该输了 这个棋 对 他肯定是 肯定是数好木 压住 挡住 哎呀 这个 这个中间是很大呀 哦 这个时候 还想着 这个 就这么一弯弯 啊 还本来还想着 这个冲断 看看能不能拼出来 点什么东西 一弯 这块太大 这块有60多了 让你棺子有点小便宜 有60多了 快70了 加这都快80了 这期应该输了 你这样不够了 哎呀 就应该是最有机会的时候 下了一步 以为是先手 嗯 没注意点棋子 我们再看几步 啊 接着 接着又很大 啊 这样 然后可以摆到搬一下 搬一下房里度过 然后被搬到 应该 可以摆到虎回来 应该就输了 所以他应该就直接拼命了 拐一个 嗯 并在这 然后顶在这 直接要奥路加 直接要拼命 不能让搬到 搬到黑的白虎 应该不够了 最快就快70了 嗯 然后再断进去 哎呦 这个一招不胜啊 这估计是最后一战了 这感觉咋活呀 说实话这个又要悲壮了呀 吃掉 这怎么活吗 我觉得有点开玩笑了 对 对吧 这个也太欺负人了 这还怎么活吗 一个眼都看不着 嗯 做一个眼算你赢 有点那种感觉 对吧 做出一个眼都算你赢的那种感觉 两个眼去哪找呢 嗯 确实在这个地方想做眼 真是太难太难了 那他也不管了 就硬来了 都给留下来了 肯定都不给面 都没有眼啊 冲出去 开开白了 这个风云突变啊 就这部跳的锅 以为是先手 别人 这这个太妙了 就希望呢 我就是主要是大局观太好了 对 这个时候已经点青木了 小绅 非常非常遗憾啊 本来我觉得 他先飞一下往中间灌 应该小绅 还是压力非常的大 都不知道怎么收束啊 先飞这个再跳这个 然后再往中间灌 对 这个好像就已经 要结束了啊 这个这怎么活嘛 就一个眼 当我那句话没说 一个眼还是能做到 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啊 做一个演算理 应该是一句玩笑话 其中别当真 好像真的是没办法活 别当真啊 哎呦 这个 只能说是硬气不佳啊 确实他肯定是没有 没有盘算到对方会 会气死 大气死 而且把这个旗径 让你拔了 我们把最后几步 给大家摆完 好 然后他是 突然死亡了 应该是 可以说是 哎呀 不是 先沾这 对 然后打吃 这肯定是做不活的 因为肉眼看 只有一个眼 而且摆的全是 铜箱铁皮球 摆上最后一步 好 打吃一个 应该是这样 哎呀 太遗憾了 这个鞋啊 这就是全盘的最后一手 啊 呃 拜招应该物中之一 就115 以为是个先手 嗯 被别人一个转身 然后发起一波 挖断之后 被别人巧妙的 这个一个 一个脱鞘啊 是 而且卡来这 你不得不吃了 你不吃 被斩坏也不像话了 只能吃 一个转身 直接 直接倒下了 对 面对这个结果 真的是 哎 还是挺遗憾 非常遗憾 如果是刚才先飞 右边 我觉得再挑这个 再进中烟的话 这个胜负非常难料 因为排棋当时空 并不领先 这盘棋 最终呢 是深圳序 中盘获胜 但是我们其他的 那三盘棋 好像中国棋手 应该还是 比较优势的 中日对决和 我们这时候不清楚 我们就希望 这个三金杯 中国棋手 还是能顶住 有更好的发挥吧 别在棋手都加油 这盘棋小贩 应该说突然死亡 输得非常的郁闷 应该说正在他 最最擅长的 一个局面和领域的时候 突然那个啥了 被扁一个转身 但是我觉得这盘棋啊 这个其实开始的时候 小贩呢 就是 就是这种活棋 还有这种活角 都吓得挺压抑的 我觉得他还应该 肯定是 齐友们不给 齐友们推荐 那这本来就是 他的风格嘛 后面也是感觉 活出了机会 但非常遗憾 最后一个 一个喜为先手的失误 断送了这盘棋 当然这里也是要 佩服小生 恭喜小生的一个 对 大气质和大转身 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华丽 是的 那好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